故人之后 自当鼎立相助 于姑娘 你爹近来可好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你能成功破解我蜀山建阵 这足以说明 你受了上官警我的亲传 上官警我办事一向小心谨慎 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 交给一个极为重要的人 更为重要的是 你和你娘肃音 神态有几分相似 你说 你不是上官警我的女儿 你还能是谁呢 只是我有一事不明 当年你娘肃音 坠入山崖而亡 那你 我娘当年一息尚存 是我爹将她救回来 本来她可以舍弃我 保住娘的性命 可是我娘她凭死不从 用尽全身真齐护我周全 直到我出生 她也耗尽全身真齐而我 孽缘 真是孽缘哪 你不用在这里信心作谈 我爹娘沦落至此 全般属山所赐 你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 为什么不杀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 这渊源相报何时了 上一辈的恩怨 何必要影响到下一辈呢 那你与丁尹 我之前的确骗过她 但是我此番冒险胜蜀山 并不是奉了我爹的意义 而是 而是 我不想辜负她的一番挂念之意 并无其他企图 那你可知 你们香蕉越深 越会令世人不容啊 前辈也很在意 这些门弟之箭吗 我身在魔宗是没有错 但除去身份 我就是我 我所行所言 皆由心而生 在丁尹面前 我只是欲无息 不是什么魔宗大小姐 更不会担心 什么正邪不了令 那你可知 如果丁尹知道了 你的真实身份 她会怎么想 如果她不接受的话 我就当是瞎了眼 看错了人 但我绝不会 后悔今日之所为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